欢迎来到《小小娱乐》 Netflix原创系列 致力于推广各类多样化的题材 这次再为观众献上年度暖心 尿如迹人剧 《Move to Heaven》 我是唯物整理师 由Signal李大勋 和爱的逼干 北韩F4的老小 曾进长联首主演 改编至韩国第一代 《唯物整理师》的小说内容 两人在剧中饰演《唯物整理师》 将已故者留下来的故事 和信息传递给亲人 李大勋在剧中饰演 粗犷又冷漠的曹上狗 难以想象他曾经过着 如何的生活 充满了对人的不信任 总是用嘲笑的语气 唯一能够动摇他的东西就是钱 尚狗天生就好打得 被选中了非法格斗选手 因为踢到对手而入狱 刚出狱的尚狗 成为突然出现的 侄仔可佬的临时监护人 和患有阿斯伯格自闭症的可佬 共同打造 唯物整理公司 曹尚狗行为粗魯 内心孤独 在遇见可佬之后 逐渐了解到人生和生活的温暖 而七岁就以音乐剧出道 因为演出《爱的逼干》 而打开知名度 年仅17岁的陈俊祥 这次将饰演 具有阿斯伯格自闭症的 唯物整理师韩可佬 要和性格悬殊 外形放荡不羁的叔叔 曹尚狗一起经营 面对已经无法说话的 往生者所流下来的东西 解释出物品背后所藏的含意 以不同的角度和立场 令世世者们的亲人 以这些回忆继续活下去 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新永迹人剧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Netflix收睇 小小娱乐会不断介绍行剧给大家 记得订阅和like and share 拜拜 拜拜